记者蔡孟赏竹线报道,新竹线关西国小棒球队到台南市参加全国比赛时,全队在饭店一起用手机APP抖音拍下一段类似真人版绝地球生的僵尸影片,虽然只有短短15秒,但在社群平台上爆红,吸引近2万人按赞拍下这段影片且配乐上传的教练郭瑞颖说, 拍摄时间是11日的下午,当时已经比赛完回到饭店,为了让球员们放松心情,所以安排他们一起拍了这段搞笑影片,15名队员全都穿制服上场,除了一人拿饭店的电热水捆当手枪扮演枪手外,其他14人扮演僵尸,在饭店走廊跟楼梯拍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成, 过程中大家都玩得很开心,学生棒球运动联赛国小应是组全国总决赛8日,到14日在台南市小北棒球场举行,共有47支队伍争夺冠军, 关西国小虽然只打进16强而已,但他们在11日拍下的这段影片却在网络上疯传,不少也去参赛的其他国小球员看到网络影片后流连惊呼,你们默契好好,好会演, 其他看到的网友也说,666,好一个大泡水捆,好可爱哦,大家好配合,太有趣了,我看你们可以去演, 失速列车,了郭瑞颖说,他不是什么专业摄影师,这支影片只是拍好玩的,只想让孩子们有个美好的回忆, 以前也用抖音拍过几名球员入镜的影片,但人气都很弱,这一片突然人气冲很高,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